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樂透彩的中獎機率統計 這個題目 上個禮拜的話主要就是把 台北市的切斷案件的部分 做一個結尾 最後當然就五個按鈕 所以請各位就是把那五個按鈕試著把它完成 基本上那五個按鈕的重點 不外乎就是爬蟲 這個爬蟲部分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用Mac電腦的話 看起來一個Mac電腦上面的Excel 它提供的物件不完整 所以有一個下載爬蟲 那個Quality Table 似乎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那目前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方式 可以讓它加進來 所以如果你用Mac電腦的話 可能會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樞紐分析表的自動化 跟樞紐分析圖的自動化 最後還有一個工作表 就是把工作表刪除 這個部分上個禮拜 我想請各位試著把它完成 那今天的話我們來統計一下 那這一道題的話基本上 跟那個這個什麼 爬蟲比較沒關係 不過後面有一個 可能會練習到爬蟲部分就是說 因為這邊只有101跟102年 那假如說我希望把歷年來了 歷年的話那當然 這個總total的資料就非常的多 每年喔 OK所以從103到1111年喔 這total的數字非常的龐大 那當然其實在網路上 你都可以找到歷史資料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第一個 把資料抓下來 當然可能你用人工的方式 當然很沒效率喔 所以我們要思考 如何用爬蟲的方式 那第二個的話統計一下 到底哪一個號碼是最多的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統計分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工作表 那第一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就是第101年 放大一下 OK第101年的那個統計 這個101年的 那跟各位講一個這個規則啦 這規則這樂透財規則是 它開獎號碼基本上是1到42號 那一期的話就是開七個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OK 所以你會看這個 提出的話就是99期 101年的99期嘛 然後Ctrl向下的話 底下的話就是101 101的第一期 那開的時間 2012年的1月22號 然後這底下的話 後面就是有六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每一期每一期這邊都有規則 那我如果想要知道說 到底101年 1號開出來的 你先假設不要先機率 我們先開它的次數好了 比如說這邊到底有幾個1號 那範圍基本上就是從哪裡 第二一直到追 Ctrl向下 追的100 這個範圍之內 哪1號的出現的次數好了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 那土法鏈鋼一定很笨嘛 就是一個兩個三 你用看的 那如果用看的你會發現 第一個 你一定看不精準 因為有的時候會漏掉嘛 你不能1 2 3 4 5 6 7 8 OK那太沒效率 那問題 如果你今天呢 要利用ECEL幫你算的話 那你要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快速完成這件事情 那該怎麼做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統計機率的話 機率的話基本上簡單的公司 就除以它的這全部的號碼數量 所以呢 你可能會需要 學會至少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呢 我們先切到統計分析好了 也先切到B2儲存格 插入函數的地方 你可以找到 在統計類函數裡面 它有一個群組 Count開頭的 那Count開頭 你底下其實都有說明 Count的話就是幫你算 那個你給它一個範圍 它幫你算那個範圍 數字到底有幾個 那CountA的話呢 實際上是非空白 就是它算裡面 如果有資料跟沒資料 它不只是說是數字 它文字也一樣幫你計算 那Count Break的話就是什麼 計算那個 你給它一個範圍 它告訴你說那個範圍之內 有多少個空白 那CountEV的話 顧名思義嘛 算如果 所以如果有一個條件 所以一個範圍給一個條件 如果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幫我把它加1 有點像加1 投票一樣 1、2、3、4 一個像以前開票的話 就是正字號 那沒效力啦 不過如果你要電子開票 那牽涉到那個 很多問題 那Count If S的話 就是多個條件 大概類似這些 所以 這幾個函數 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那你說這個跟樞紐分析表 有什麼關聯性 其實樞紐分析表裡面 之前我們統計那個 像 歷年的切斷案件 其實就是類似像CountEV CountEV 有沒有 幫你算 如果 如果是104年的 幫你全部加在一起 如果是105年的 全部加在一起 有點類似像那個 在 這個樞紐分析表裡面 幫你找CountEV條件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怎麼算1號 那你會發現1號已經在前面這邊出現了 有沒有 那這個號碼 總共TOTAL是 一直到底下有42個 所以其實意思是說 你先用CountEV 先算1號 算完之後呢 向下填滿 那每個號碼就可以全部算完 那算的方法 我們第一個按 找到統計類裡面 特別注意 統計類裡面的CountEV 先第一個找到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來看一下 他會跟你要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Range 那顧名是什麼 範圍 那範圍什麼範圍呢 就是101年的那個 開獎的所有號碼的範圍 那我們要選的方式 這樣 第一個你先選101年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切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一個 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 一個單引號 有沒有 101驚嘆號 表示說 我切到那個 所以以後呢 假設你看到驚嘆號 那你就大概知道 這個是一個工作表 那範圍的話 基本上在哪裡 範圍是在這個 D2到J100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D2冒號J100 那一般習慣是用選的 那怎麼選 先選 D2嘛 不過我建議 你選的方式可以這樣 先點住D2向右拉 為什麼要向右拉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向下選 選到底 所以再把它怎麼樣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自動會跳D100 OK 所以一般習慣是這樣子 比較快 那另外一種選法 就是你先點D2向右拉 再向下拉 可是向下拉一個缺點 可能如果你的 列數很多的話 哇那跑很久 所以比較聰明的辦法是 D2選到J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OK 接下來的話可能會需要 再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在2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100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為什麼要加 前面有講過就是 一定要把它鎖起來 不然的話你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 如果跑 向下 我先點Critrea 那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待會我會向下填滿 如果你沒有鎖的話 那D2會變D3 100會變101 他會用加1 那下一個又加1 那所以範圍會跑掉 再來的話 然後那個條件部分的話 Critrea 就是意思說 這個範圍之內 你會幫他後面 其實他會帶一些數字來 有沒有 所以順便你跟各位講一下 他其實就是一個陣列 什麼陣列 一個大瓜虎開拓 然後中間加鬥點 後面尾巴一定是大瓜虎結尾 那這些就是所有的數字 這個陣列裡面呢 那你幫我找一個數字 什麼數字 我要找1 當然我們1前面這邊有號碼 所以就點一下1就可以 所以他會把1帶過來 那他幫你找完之後呢 最後算完結果就17 意思是這個範圍裡面有17個1 OK按確定 不過這裡還是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文字跟數字 也就是說你將來如果給的是文字 你讓他去找他一定找不到 OK 所以按確定 好 那你可以幫他17個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 他就找完了 數量其實可以看出來了 哪個多哪個少 其實這邊可以看出來 22港幅算相對是最多 目前看到22港幅算相對是最多 39 然後34 如果只是算數量的話 那這樣就OK了 可是如果你要算什麼 算機率的話 那你必須再除以什麼 除以他這個範圍裡面 所有數字照得有幾個 OK 那所有的數字有幾個的話 我剛剛有講到 你可以在旁邊練習 插入一個函數有沒有 統計列函數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Count函數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的 那個數量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接下來一樣 你就先點101年的 那跟剛剛一樣 就選那個範圍 那個範圍我剛剛講過 D2選到J2 然後Ctrl-Shift向下 OK 這個地方 理論上其實 你練習的話 這前面不用鎖沒關係 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最後找到的話 會是500 數量好像有點怪怪的 D2到J100 原來我選到I100 難怪數量不對 因為理論上應該是 177個 17個的話 997 那應該是693 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範圍選錯了 再選一次 所以這個delete掉 選到上面 所以這個之前同學常常選錯 選到這個範圍 然後Ctrl-Shift向下 然後你會發現 他會多一個那個什麼 多一個那個 多一個工作表有沒有 OK 把這個前面刪掉 OK 好 那最後結果一定是這樣 哪一個工作表 驚嘆號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範圍 好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就693 按確定 這樣子 所以機率的話 應該是 再把 他的次數 除以這個 總共的 號碼數量 就是得到他的機率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機率的 這個總共的數量的那個公式 跟Count If好像蠻像的 差別在哪裡 Count 好像他沒有If 而且他沒有Criteria 所以如果我要把這個公式 加到他的後面的話 那很簡單 你直接拿這個原來的公式 除以什麼 直接拿這個自己的公式有沒有 直接Ctrl-C 那把它直接貼上好了 貼上就改成Count Count不要1V 沒有1V的話 就是1V拿掉 然後把第二個條件也刪掉 那這樣的話就是 Count 它裡面總Total的數量 這樣就693嘛 所以一除之後的話 就得到他的機率了 那就是這樣子 等於是0.0245 哇一堆 小數點 那 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呢 如果 小數點這麼多位數 其實不好閱讀 另外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說 1萬次到底 開出來幾次 比如1號開幾號碼 如果我想要用分母的方式 來表示 比如1萬次 以分母當1萬的話 那格式該怎麼做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先做到這裡好了 所以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 請各位先利用CountIf 計算它的數量 數量 然後再利用那個Count 去計算它的機率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就是怎麼樣分母是1萬 然後 出現了次數 再把102也計算完 那合計之後呢 找到那個 它排名最好的 越前面 它機率越高的 表示它可能開出來的機率越大 OK 那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